Minneapolis make some noise, some kiss 其实就是小时候刚来到这个北美这边就是 那时候在学习嘛就读书 然后其实每年这个时候还是挺大影响力 就非常轰动 因为这件事情就是 就是北美这边他们非常的重视 就像一个节日一样有点 对所以每年都很盛大 然后每年这个表演啊环节啊 也会很精彩 然后比赛很精彩 所以其实一直都有关注吧 但其实只是关注超级晚这个活动 Super Bowl比较多一些 那其实这个本身这个运动 我倒是确实没有篮球那么的关注那么多 这实话是说 但是我觉得这个运动还是 就是同样就是还是非常有这个团队跟竞技性非常强的一个运动 其实跟篮球有些相似吧 对但是更多是身体的一个一个冲撞会更多一些 那这一方面 其实我觉得也是很有看点的一个运动 对 那那你觉得 但是其实刚才你外的观众 你外的观众 第一次增上这个 技术过的舞台 你的感觉是吗 就觉得特别开心嘛 对我觉得能够就是 这样子就是 代表我们中国人啊华人啊 然后外面 跟更多就是在 可能在海外留学或者生活的华人朋友们这样见面交流 我觉得我觉得就很开心 对因为出门在外嘛 总是觉得很温暖 就像刚刚他们给我这个就是支持啊这样 我觉得还是非常温暖的而已 然后我也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表现嘛 对但今天因为确实刚来这边 因为这边温度很低 零下差不多20度 然后就感冒了 喉咙有些发炎 所以这时间 表现是有一些不尽人意的 我觉得对 但是就自己要求 我觉得还是可以更好吧 对 但是还是非常感谢 那我觉得整一次 整个这次的活动呢 能够来 包括到现在 我觉得还是很荣幸很开心的 对 然后也希望 对自己没有太让大家失望吧 对 你的单曲 在国内外 其实反响都很好 好 接下来在音乐棚里面 有什么样的计划 和改革 一直在这个录音棚里面 不断在写新歌呀 然后再反复做一些修正啊 推敲 所以应该在不久将来 还会有新作品 跟大家见面吧 对 好 那最后音乐题呢 畢竟也是要 万众主播的出展明天 就开始了 自己期待 然后有什么倾向性 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倾向性 对 因为 确实我觉得 能够走到这一步 就是决赛嘛 对 大家两个都很强 对 那其实我觉得 这些东西交给球迷去决定就好了 那其实我主要是来享受这一次的这个旅途吧 我觉得对 就是能够第一次清零现场去看比赛 然后感受这个氛围真的是就是 像是他们全美的人民在欢庆的一个时刻一样 我能够来体验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玩有意义的 所以明天就希望 就看吧 咱们就看谁赢了 反正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说谁赢 因为我也自己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倾向性的 那咱们就明天走 想要看情况